大家好,我是Stan 2023年12月31号 在日本播放的NHK红白歌唱大赛 日本天团有阿索比表演时 顶级韩团日团都登上舞台一起跳舞等 演出了非常华丽的舞台 韩国媒体也报道了舞台前排都被韩团占领 证明了韩团在日本的人气等反应非常好 也因为有阿索比赛韩舞的人气也是非常高 所以很多粉丝们对于这个舞台都感到非常兴奋 但是这个消息在部分韩国论坛却引起了非常大的争议 部分网友们表示 韩国歌手变成日本歌手的伴舞了 感到非常愤怒 而部分网友们则是觉得 又是那些黑粉在创造争议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真实反应 在年底结束之际放弃韩国的年末舞台 跑到日本去表演 结果是去当日本歌手的伴舞了 他们在做什么 为什么我们国家顶尖的爱豆们要去当伴舞呢 真的,有些人根本没看过完整的节目 就随便评论说是伴舞或者配角 真是可笑 这个影片只剪辑了K-pop爱豆的部分 但实际上那里也有参加的日本偶像 这是一个以爱豆为主题的合作表演 节目前半部分逐一介绍了每个团队 并将焦点放在他们的舞蹈上 而有阿索比则在后面唱歌 你看的那个只是节目结尾时 大家聚集在一起的部分 只看这个就乱下结论 真是太荒唐了 新的一年刚开始 黑粉们就发疯了 一有什么事情就闭上眼睛和耳朵 像爱国烈士一样去攻击 这是需要这么被骂的事情吗 你们只看了那最后一部分 就认为他们是伴舞 实在是太可笑了 官方已经宣布这是一次合作 而且在演出的前半部分 有阿索比就像背景音乐一样演奏了呢 请仔细看看完整的节目 这次总共有11组团队参与 包括日本偶像团体 你们这些毫无根据的批评和抨击K-pop偶像 真的很荒谬 但毕竟他们是韩国的顶尖偶像 从韩国人的角度来看 他们成了不知名歌手舞台的配角 这种事情真的让人失望 为了这种事放弃韩国的年末节目 还跑到日本去做这种事 真是太让人失望了 这不是伴舞的概念 因为他们本来也这样安排其他日本偶像 这次因为杰金死的争议 相关团体都被排除了 空出来的位置被韩国偶像填补而已 应该是利益符合 所以左属公司也同意了吧 爱豆们有什么罪 都是左属公司安排的 红白歌合战是日本的传统音乐节目 所以有些日本国民 甚至反对了斯拉平和女金死参加 质疑为什么K-pop歌手 要出现在他们的传统活动中 但他们能够突破这些阻碍去参加 这本身就很了不起 而且女金死还是用韩文唱歌的呢 对于韩国网友们两边的反应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因为有阿苏比是我最近最喜欢的日团 而且我本身就非常喜欢韩团 所以这个阵营真的是有点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艺人们每天都会做的事情 艺人们每天都做的事情是什么 谎话 谎话 有什么问题吗 看到文文这样人气很高的新人 会有什么感觉 不会有什么竞争意识 你们走你们的路吧 很像大叔一样 我们已经是大叔了 我的担当是 站在队长旁边的孩子 这是军队社的组织 所以垂直关系很明确 但真的很有趣 初次见面说这种话有点不好意思 但是您觉得有趣 是因为您是头头不是吗 为了第一次来演唱会的人 我是语诺 他是成敏 两个人加起来就是同胞心意 我不认为他们会不知道这个就来到这里 在萨布鲁车的草莓永远在我的肚子里了 明天就会出来的 日本粉丝和韩国粉丝的差异 使用日文 SM应该有进行品德教育吧 感觉SM的人都很好 也并不是每个人都那么好 我只想到一个人 只有行动浮现在我脑海里 他在车里一直说自己不喜欢面包 不喜欢面包 不喜欢拉面 但是一直在吃 如果真的喜欢的话会吃多少呢 哇超好笑 可可可太有魅力了 可可 强民在SM本来就以四次元很出名 不是吗 哇说话真的太幽默了 就那么简单直接太有趣了 强民从出道开始就有了很多经典名言 那我也想着用了 不是 questo 您 ths 您 您 你 您